各位好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 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 这个共产主义应该就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了 在那里人们就如同生活在一个极乐世界一样 财产大家共同享有 大家有吃有喝 大家一起欢乐 财产绝对平均分配 不存在人的剥削问题 没有矛盾 没有压迫 每个人都是绝对平等的 社会是绝对公平的 可能大家从感性的理解会认为 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状态呀 也因此基于这样的认识 有些人就会认为 这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这个社会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遥不可及的 历史上一些政客和学者 就把这个共产主义视为 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 是乌托邦的旗帜 甚至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的信仰 或者是一个社会理想的蓝图 但原本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真的是这样的吗 大家都理解准确了吗 我想大多数人对共产主义 还是从媒介信息 或者从传统教科书上了解到的 甚至把共产主义也当作了一个口号 比如推翻资本主义 走向共产主义 甚至被谱写成了歌曲传唱 我们小学时一定都唱过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 但每个人都真正准确理解了 这个共产主义的内涵了吗 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 也没有从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体系中去理解 没有从整体上去理解 没有站在共产主义理论的 来龙去脉的角度去理解 因此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解 那么接下来的两期节目 我们就来慢慢阐述 帮助大家还原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原貌 总体的思路先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来讲讲共产主义的内涵 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 第二 我们讲讲马克思是基于一个怎样的理论基础上 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 或者说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背景是什么 第三 我们就要重点讲讲 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哪些 具体的理论主张有什么 以及这个理论 为什么能体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 今天我们先搞清楚前面两个问题 首先来说 什么是共产主义 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切入吧 也是大家从感性的认识层面就很容易想到的 共产主义是不是一个业以设定好的完美社会呢 然后大家按照这个目标一起奋进去实现这个宏伟的蓝图呢 不是的 我们首先要明确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关于某种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的纯粹理论的设想 不是说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就设定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 人们怎样生活 社会怎样发展 然后大家齐头并进朝向这个目标奋进就可以了 不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主张对未来社会进行详尽的细节描绘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 这一点大家首先要明确 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学说 不是去给未来社会应该怎样进行一种描绘的理论 不是通过一种模式的描绘来推断出未来的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 那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说 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好 这句话非常关键 我们有两个要素要把握 第一个就是消灭现存状况 第二个就是现实的运动 消灭现存状况可以理解为对现存社会状况的一种批判 否定和改造 而现实的运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带有实践性的社会运动 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不断变化 而日益趋近理想状态的现实的社会运动 而这个运动呢 我们更多的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得出共产主义是什么呀 是一场运动 落脚点在这个有着过程的运动的层面 而不是对一种蓝图的描绘 那么是怎样的一种运动呢 变革社会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 那么通过这场运动之后呢 其实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里 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也就是说 共产主义并不是对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具体细节进行描绘 而是对怎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新的社会形态 以及为什么这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是这样 而不是那样走的趋势的一种揭示 以及这个新的社会形态要具备的一些基本原则的阐述 所以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从一个宏观上 对未来社会方向性的预测 那么要把这个宏大的问题说清楚 其实就是要基于对整个历史发展轨迹的考察 去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只有把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趋势把握住 把内在的逻辑性找到 那么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就必然是按照这个趋势走了 那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思路不正是在这条路上探索吗 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再加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分析 于是就必然要走向一条变革之路 这条变革之路正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运动之路 好 以上我们是从整体上理解共产主义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马克思是基于一个怎样的状况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生活的时期是欧洲工业大发展的时期 生产力的大发展已经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 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分析 他发现这个资本主义就有问题了 一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一个是异化劳动问题 这两点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都有所论述 那这些问题呢 对人就造成了一种压迫状况了 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状态 随之而来发生的异化劳动现象 人们的劳动过程不再是快乐的 人逐渐丧失自己的本质 这就是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看到的 现存状况的种种问题 于是怎么办呢 马克思要对现状进行批判 否定和改造了 他认为这不是人本应该有的样子啊 这是对人的一种扭曲和压迫 于是他就要开始消灭现存状况了 但马克思的这个消灭呢 他不是一棍子打死 不是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 包括社会财富和文明都进行全盘否定 不是的 马克思其实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的 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提升了劳动效率 马克思是看到了这个积极的文明成果的 他所谓的消灭现存状况 是一种积极的改造 是要在继承以往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包括在私有之条件下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 进行一种积极的洋气 对私有财产以及人的自我异化这两个因素 进行积极的洋气 达到消灭现存状况 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 马克思后期认为 要通过资本主义充分的发展阶段 才有可能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积累巨大的物质基础 好 那关于积极的洋气这一点 我们后面再详细论述 以上就是我们说到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背景的第一点 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制度 对人类物质财富与文明的积极成果 但也看到了其中不合理的 对人的压迫的因素 第二点 我们简要来说一说 就是思想基础的层面 在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 宣告的一种人人平等的思想 这种思想是共产主义自由思想的基础 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学说 而关于这个自由的理论 在之前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都有所体现 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人文精神 主张人类个性的解放 提倡人性反对神性 宣告一切人生来平等都拥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 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而启蒙运动 提倡用科学代替迷信 用人权反对神权 用理性追逐光明 这种思想的启蒙在运动中深入人心 使自由成为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这也为马克思人本共产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好了 今天我们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 去理解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内涵 把握住这么几点 第一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理论 不是对未来社会提供明晰的蓝图 不是进行细节的描绘 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变革社会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 是从宏观上对未来社会方向性的预测 第二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 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承认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积极文明成果 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分析的层面 对其不合理的因素予以坚决的批判和改造 也就是进行积极的扬气 同时 欧洲的思想领域的运动 也为共产主义的自由理论奠定了基础 那么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具体是如何阐述的呢 从宏观上 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有哪些理论的主张 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以及经由这些要素是如何体现出人的本质的解放的呢 马克思又是如何实现他终极的理论指向的呢 下期节目为大家解答 感谢收听 下期见